我哪里说错了 你不止这一点不如陆丽 在我眼里 你都不如她 就凭我看不上你 却能娶她来看 我的审美非常好 而且眼光非常高 小璐 今天晚上多亏你了 陪我这么久 干嘛这么客气啊 雷哥 周末的时候你就别加班了 好好休息 工作没完成 我休息得也不踏实 没事 医生不也说没事吗 开车注意安全啊 拜拜 下周见 老师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总一车站我们要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执行 那我们去找 你帮你帮你帮我来吧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请张票呢 承认跳儿园 想各点 我回来了 给你带来炸鸡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临时有点事 女孩这么晚出去不安全 你不知道吗 你是在担心我啊 我担心你什么呀 我 我担心你 童鸡手则上写了 十一点之后不能发出声音 现在已经十一点四十了 你不是还没睡吗 你 你回来洗漱 换衣服什么的 那我能睡着吗 太吵了 那 抱歉啊 这次 确实是有事 我向辉辉注意的 你在看佩琪啊 你 你 你刚才说 有什么特殊情况啊 哦 我们去看电影 后来 看电影就是你晚回家的理由吗 你真是让我挂不相看啊 对了 把炸鸡吃完 我 你 莫名其妙啊 喝牛奶吗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是我打扰你休息了 陆离 你自己好好数一数 你跟我道歉道了多少次 你有想过为什么吗 因为你总生气 不 是你总是犯错 我犯错我道歉 有些人犯错只会狡辩 是 我狡辩什么了 你说清楚 多大神了 喝奶还能站到嘴巴上 来 妈 怎么那么晚才过来 才到 靳如啊 这位是逸诚的媳妇啊 阿姨们好 你好 前段时间 逸诚不是一直在相亲吗 这么快就结婚了 可不是嘛 相亲的很多她都看不上 就见到我们家小黎呀 一见钟情 所以说这缘分来了 挡一挡不住 真是 小黎是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程序员 女程序员 那真是少见啊 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呀 我爸妈就是普通的职员 说了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我还以为江亦诚的眼光有多高呢 看来也不过如此 这位小姐你是 我是你儿子曾经的相亲对象之一 不会打扮 毫无疑态 穿得跟男人婆一样 江亦诚的眼光可真是奇葩 喜欢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款 这一点 我确实不如你 你说错了 我哪里说错了 你不止这一点不如陆丽 在我眼里 你都不如他 就凭我看不上你 却能娶他来看 我的审美非常好 而且眼光非常高 你怎么都不知道还嘴啊 我还没拉得起 不靠哪儿 儿子你怎么来了 我找到有点事 人我先带走了啊 好好去吧 妈再见 阿姨再见 好 再见 你找我什么事啊 想看电影 不想一个人 可是我昨天刚刚看过 我是说 昨天那个不是很好看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部 那你选就好 刚刚谢谢你帮我 我的人 还轮不到别人欺负 我是说 我的人只有我能欺负 好 以后就给你欺负 小璐 这下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我这身上啊 舒服多了 接下来只要抵抗就行 这可是你的强项 这次这件事多亏了你了 今天晚上我请吃饭 千万别拒绝 那我可以点菜吗 必须的呀 走吧 陆连 江总 你不是早下班了吗 怎么还没走啊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你和江总是不是有别啊 没有啊 你现在的记忆球 红得发亮 我真不记得我忘了什么 你忘了你刚刚接下了重要的任务吗 时间紧任务重 必须争分夺秒 我这个没有忘 我会抓紧时间的 抓紧时间去吃饭吗 那个小璐 要不咱们吃饭的事 咱们改天再约 那个江总 我先走了啊 雷哥 这个车是你的呀 对呀 怎么了 你们最近走得很近啊 江总 你可千万别误会 最近我身体不太舒服 小璐纯粹是出于同事的情谊 陪我去医院看病的 你生病了 身体的软件出了点问题 调整一下 重新装个系统就好了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啊 好 江总 您放心 我不会因为身体影响工作的 好 那您先忙 你是跟雷哥去看电影吗 大黄多买了两张电影票 不去浪费了 后来雷哥身体不舒服 我就送他去医院了 所以回家晚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呀 你 你落地八缩没有重点 我当然 总之 你如果策划书 也做成这样的话 小心我给你打回去重做 知道了 上车 火星链 火星铁 火星铁